社团法人华联县儿童暨家庭关怀协会 向卫生福利部申请 性侵害创伤复原建制推动计划 获得核准成立创伤复原中心 东部首监辽索创伤复原中心 在10号宣布在华联成立 而现场播放倡议影片 让大众了解性私密影像散播 对被害者造成的心理创伤 期盼提供潜在性创伤者 更多的资源协助 华联县儿童暨家庭关怀协会 于111年申请卫生福利部 性侵害创伤复原建制推动计划 核准成立创伤复原中心 以新治疗寓所再命名寓所 目前全台共设置7家性创伤复原中心 东部第一家性创伤复原中心 10日于华联宣告成立 此判为华联性创伤受害者 提供专业服务与陪伴 今年度行政院进一步提出 性暴力犯罪防治司法的修正案 同步修正刑法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以及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 同步修法 让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隐相的这个罪 正式纳入刑法的罪章 并且可以准用 性侵害被害人各项保护辅助的措施 我们希望今年度 立法院能够顺利完成 这个拔案的二三组工作 未来则借由我们这七家性创伤 妇源中心的服务更到位 让我们性私逆 像被相互的被害人 可以得到更友善的服务 同时我要再次感谢花莲人家协会 今天举办这个发表会 让我们的社会大众 可以更加忠视这个议题 我们在这个寓所的部分 是全国第七个 东台湾是第一个 然后西部在我们的这个 北北桃 还有台中 彰化 高雄都有了 然后花莲其实也来把它做起来 我想 第一个是现在其实科技太过方的 有时候商业不剩 或者是在朋友之间 没有处理妥当 朋友就把这些照片 一些很好的 就把这些照片把它留付出来 但是留不出来以后 其实对于当事人的身心 你的伤害 其实是 是无可想象的 我们只想想一下 其实我刚才只想象一下 我心整个都 也要起来 鸡皮疙瘩们 整个都 都站起来 我的脑袋是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 一个 一张照片 或者是一堆照片 被传在这个网路上去流传的时候 真的都收回来吗 可以收得回来吗 我想那是一辈子的恐惧 笼罩了你的 笼罩在你的什么心灵里面 真的要踏出来 真的必须要有非常专业 非常专业的团体来协助 我们就会从仓义开始 那服务的对象 其实因为 这个额家协会本来就是主轴就是在儿哨 然后高冲突跟离家庭 但是预所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会去看到说蛮多 其实都是成人以后 成人以后然后再去仔细的确认的话才发现原来家里有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 所以预所一开始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其实比较focus的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儿哨的服务的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比较focus可能就会是在成人的 成人的儿童 成人的有关于这些有性创伤的一些族群 那也很谢谢网络的伙伴 包含今天有来的家福 儿盟 然后各个儿兆的协会 包含大学智商扶导中心 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花莲在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 性创伤复原的一个中心快要成立了 那如果在这半年其实如果有需要协助的个案 都可以透过刚才的表单或者是QR Code去填写然后过来 现场播放商议影片 让大众了解新私密影像散播 对被害者造成的心理创伤 并邀请出生花莲的艺人郑雅担任公益大使 另外还有门诺医院身心科医师王乃彦 花莲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亭长陈雅敏做个案分享 并呼吁四部原则 不拍摄 不下载 不散布 不责备 倡议大众重视性私密影像散布的伤害 期盼给予性创伤者更多资源的协助 接着讲方言 花莲师报导